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实际 最重要 好 那今天大盘指数 真的突破了礼拜四长黑K的高点 然后还记得在昨天的节目里面 我们是提到2330台积电 在昨天就已经先突破礼拜四的高点 那台积电能过高 大盘指数你就不用担心 大盘指数一定也会过高上去 所以我讲过 基本上13031 会不会就是今年胜或是以后历史的最高点 这是非常关键的一刻 对不对 那我可以斩定节点跟各位讲 不会是 如果你问13031会不会是最高点 这个问题其实它几乎等同于在问 2330台积电466.5会不会是最高点 那答案当然肯定也不会是最高点 所以当台积电呢 掌控了将近三分之一的台股的时候 你要知道台股的趋势要转空并不容易 我们先就整个大盘的层面来跟各位聊 那大盘本来就是管理整个行情的趋势方向 虽然我们如果没有操作指数 不见得指数往上我们能赚钱 但是这至少代表着台积电会帮助把大盘撑住 而且慢慢又往上 那个股的部分 这个就要真的要多费心思去观察 去比较去研究去追踪 因为这么多股票 大盘今天涨 难道所有的手中持股都涨吗 也不是 那上礼拜四大盘跌 难道所有的股票都应该要杀出吗 也不可能 所以在台股的这个时代之下 其实我有时候觉得 对于新进的年轻投资朋友来说 反而是一种优势 因为你没有过往 十年前二十年前的很多 旧的思考模式的框架 比较能够更看得清 现在的行情 以及该怎么操作 好那今天情人节 先送给家族朋友 一个情人节礼物 就是3293星相 今天正式登上了900元以上 历史新高 那星相被外资内资锁定看好 成为下一个问顶千元的候选人 那这个想法跟我们不谋何合 我们之前也提到过 基本上早在六七百元的时候 我们就认同星相应该有机会 要来挑战1000块钱 因为今年基本上星相有机会赚到50块钱 那就游戏产业来讲 20倍的本益比绝对不过分 那更何况星相的整体的成长动能 又比游戏其他产业的公司里面 成长的高很多 所以呢 不管是从EPS来看 或者是从本益比的角度评量 我认为星相呢 都有机会来挑战千元 那这一波星相 其实第一波上涨过后 在七月中旬呢 曾经出现了连续几天的修正 接着在这里呢 打出了将近一个月的底部 那这个修正最主要是市场担心 在中国的明星三缺一的游戏APP 这个从平台下架了 那下架之后 会不会因此导致营收的减缓 那事实上呢 这个部分 它的业绩其实只占整个明星三缺一 营收不到一成 那再加上商用的一个游戏机 市场先前也比较担心 今年会不会被疫情打到 那的确呢 公司也郑重的去做说明 这个部分 的确是没有乐观理由 但是因为它占业绩的比重 非常非常低 估计在6%以下 所以反倒是其他好的部分呢 是在目前的六大APP 同步都在成长 那特别在美国的博弈游戏呢 授权给当地的运营商 从年初到现在的业绩 已经成长了7倍 所以股价呢 慢慢又开始回到这个先前下跌之前高点 那突破之后呢 因为海阔天空了 所以上档无任何的反压 那基本上呢 除息之后也是秒填息 它息值25元 一开盘就填息 那昨天开高走低 我们有讲过 这是赚到席值的短线客 以及当中客的出厂 但是你看外资跟投信 都还是持续的买超 这是波段的买盘 所以今天债工来到917元了 那恭喜这个大资金的会员 跟着我们操作这一档高价股 获利满满 这个就是情人节最好的礼物了 赚了钱 有钱能花 想买什么花都尽量花 好 那再来我们来谈一下6538仓和 那仓和呢 突破了下降压力线了 这个股价呢 其实也算是进入了两个季度的整理 那在整理的这个阶段呢 最主要是在反映 从中国到中国以外的海外 地区也先后受到疫情而停工 导致太阳能的装机停摆 那延后了整个业绩成长的速度跟时间 那目前来说 整个中国已经先开始恢复动能 那海外地区呢 在第三季也会呢 完完全全的恢复动能 所以这个时候 当太阳能装机需求又动起来的时候 其实仓和过去的产业的优势 又能够重新的凸显出来了 就是在于PI网板印刷 它是属于有专利技术的独家供应商 高毛利高成长 那不过我们有跟大家先做提醒了 因为这个礼拜四仓和要除权 外加除息 那除息也就罢了 最主要是除权 就会产生一些零股 所以趁着呢 这两天股价往上 我们昨天呢 已经卖了一半 在节目里面也公开说明了 那今天呢 在观察呢 整个仓和的股价的动能 也的确呢 开始有点放慢的迹象 所以我们就先做了获利出清 那我们来看一下仓和 今天大概都是在平盘附近游走 那相较于前几天的这种 急拉猛声的走势 动能已经开始趋缓了 那毕竟呢 周四除权席 所以如果主力大户的心态 是不想参加除权席 那就是剩下今天 以及明天两天 可以去做一些调节 所以我认为这两天呢 可能观望的气息 就会比较浓厚一点 当然整个基本面来说 这一次在8月20号的法说会 也把原本市场担忧的一些 潜在利空呢 都彻底的把这些干扰 跟疑虑说明清楚了 那市场的法轮 其实也相当的买单 所以表示大家对后市呢 其实已经重新拾回了信心 好 那我们认为 苍和呢 在整个太阳能里面来看 当然必须跳脱其他几檔低价股来看 因为这个是所谓的高价股 所以它的业绩能不能持续的成长 以及法人的买盘能不能延续 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高价股一定要靠这两个要素 才能够走出波段的行情 那基本上呢 法人比较不会太担心所谓的除权息 所以这两天其实包含投信跟外资的买盘 都还是有持续的进场 那业绩的部分呢 我们就去观察 这个即将到来的包含8月份的营收 在月增率跟年增率上面的表现 那基本上我们先出清一趟 绝对不是代表后市有什么疑虑 事实上就像刚才所说的 8月20号上个礼拜的法说会 其实给了市场呢 非常透明的展望 所以其实现在市场也相对 对于苍和的补涨空间是非常认同的 所以有机会我们当然也还会再把它买回来 那我相信就等除权息之后呢 我们再进一步来做一个观察及动作 好那至于说其他太阳能股的部分 6443元金3576联合再生 那今天都有所反弹 有反弹的表现 那这也是一个好现象 不过我说过短线上面来看 应该还是在一个主要的整理架构当中没有摆脱 那因为像联合再生或者是元金 毕竟这个都是属于低价股 股价都是一字头的 那低价股呢 一涨介入的短线客散户都很多 所以基本上呢 它在目前这个阶段 比较不会是连续的供给了 那像所谓的连续供给 你可以看到像前面的第一波 因为市场呢 并不相信太阳能复苏 所以那时候呢 敢介入的散户不多 但是现在介入的散户 就会变得相较于之前 会比较多 因此它就会是红黑红黑红黑的方式去做洗盘 所以这边就会稍微考验一下持股者的信心 那我们认为其实太阳能的产业复苏的方向是非常明确的 而且不只是国内的在涨 国外的也在涨 那我讲过 在11月美国总统大选前 关于绿能产业的话题 只会越来越多越来越热 那大致上如果我们把绿能呢 放在国内来看 分成太阳能跟风力发电 这两大产业 那你可以看到这两大产业呢 其实基本上它们也呈现类似于轮动的方式在走 像昨天是风电比较强 太阳能除了仓和之外 大部分都是休息下跌的 那今天反而是风电呢 有点疲弱了 开高之后走低 但是呢 换太阳能往上攻击 所以其实这两个产业来说 你都不用太担心了 这证明说 因为绿能它就是相互相互的这样子 去做一个轮动 那但是底部的部分 是慢慢一直在做电高的 那除了发电之外 另外呢 除能除电的部分 6441广定 那昨天是跳空开低 最主要呢 是公布了7月份的字节 是呈现亏损 小亏的 那因为除能相关的设备 还没大量的出货 所以呢 其实7月份的破例动能还没有起飞 也算是蛮正常的啦 那真正的关键是在8月以后到明年 所以昨天的下跌 其实也刚好呢 就下一下 这个信心不足的符合 那短线客离场 那这个大量的买盘进场 所以昨天出一个大量换手 那今天能够守住昨天低点 就代表这个换手 初步来看是成功的 那随时配合业绩的动能增强的话 股价呢 应该要突破前波高点 有蛮高的一个机会 那我们就持续的追踪 拭目以待 那另外再来看一下 在今天旁边当中呢 相当火热的航运股 那其中呢 最重要的当然是2603 长龙海运 那长龙海运今天股价创下了波段新高 那讲到海运 货柜的部分 那当然呢 一定要先看报价 因为这是一个景气循环的产业 所以股价究竟到这里是涨太多了 该拉回修正 还是只是波段的起点 其实这一切要回归看基本面 也就是呢 货柜的运价 那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看图形的部分 那今年2020年在这里 各位可以看一下 年初是往下走 最低大概就在3月份 当时疫情爆发 接着呢 4 5 6 7月份之后开始呢 快速的拉升 那目前呢 已经几乎就创下了近年来的新高了 这是整个综合指数 运价的综合指数 那另外我们看到呢 如果就分行线来看 主要的包含像欧洲线 美西跟美东线 那每周公布一次的数据来说 跟上周相比 都是呈现大幅度的上涨 那原本呢 美西线是复苏的最快 接着美东线也拉升上来 那过去相对比较平稳 甚至有点低迷的欧洲线 那目前呢 也开始呈现比较明显的反弹了 那最近甚至呢 已经传出呢 在9月份呢 欧洲线要另外加征 忘记附加费 那这个其实是有一个蛮重要的产业面的 转强的一个讯号 因为呢 上一次出现 这个欧洲线要加征忘记附加费 大概已经是9到10年前的事情了 那也就是说 那个时间点 基本上是刚结束金融海啸 然后2010年 跟前一个年度相比 因为呈现呢 在整个景气衰退之后的 报复性的反弹上涨 那其实现在这样的时空背景 跟运价的走势 其实非常雷同 2009到2010年 先发生了股灾 或者是全球一些 重大的经济的衰退事件 接着开始出现 报复性的经济活动 那所以整个运价 其实就是在客观反应 景气会更好 那通常这都会是一个 比较大波段的格局 这种景气循环股 它不是在走 两个礼拜一个月的 它基本上呢 至少都能够维持几个季度 所以以现在来看 到下半年 基本上呢 整个市场供需情况 不太可能反转 甚至你看到2021年来讲的话 这个供需的缺口会扩大 所以目前来讲的话 整个航运类股来说 以长龙海运为首 那带动呢 阳明海运跟万寒 应该都会有呢 不错的一个投资机会出现 所以这边来说 我们可以发现到 在近期盘面当中的 比较属于热门的产业 或主流的族群里面 包含风电 包含太阳能 以及呢 船产里面的航运 那这些都是过去曾经经经历了 很多的利空亏损的考验 所以导致于呢 整个基本面在转变的时候 或股价呢 刚开始产生第一波上涨的时候 大部分人其实是没有特别的感觉的 那这个让我想起呢 马云先生所讲的话 很多人输是输在对于新事物 第一看不见 第二看不起 第三看不懂 第四来不及 那对于这种呢 景气循环 开始呢 复苏成长的产业 不晓得大家 是属于哪一种类型 还是呢 你有积极地掌握住了 这些族群跟个股的上涨空间 那操作上面 有什么想法 有什么问题 欢迎多跟我们交流 我们先休息一下 周一至周五 全球新观点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周一至周五 非凡新闻通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周一至周五 晚间八点到十点 股市现场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非凡商业台 台湾第一个财经电视台 锁定非凡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非凡商业台 财经第一台 周一至周五 上午九点到下午一点半 非凡抢先报 锁定非凡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周一至周五 全球新观点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最近上市贵 其实当冲盛行 如果以集中市场来看 当冲比 昨天达到了39.4% 创下今年以来 单日的新高 也是历史以来的第三高 当冲很高 到底对盘市有什么影响呢 其实大家先 回过台想想 当冲是做什么 今日是今日币 赚也好 赔也罢 反正就是 今天进场 然后今天就出场了 明天归零 重新再来 所以 如果当冲比是39% 也就可以这么说 假如市场成交了 100块钱 其中有39块钱 在收完盘后 它已经不存在了 它所有的买跟卖 多空的力量 都仅止于反映在 今天当下的盘市 收完盘后 这39块钱就不存在了 那留下来的是 剩下的那61块钱 所以 以往呢 技术面上面 高档如果出现爆量 黑K 上影线 这个都是非常标准的 反转讯号 因为呢 这代表曾经有人追上去 然后被套住 量越大 套牢筹码就越多 个股是这样 大盘也是这样子 可是当冲很高的时候 它会影响到当天的那一根的 K线的量跟 K线形态 但是它其实不会改变 整个中长线 波段的格局 这样大家听得清楚吗 我举个例子来讲 3540要月 各位看到 这一根K棒 配合波段以来最大量 其实它是不是一个 很可怕的反转讯号 我们先讲 就以往的逻辑来看 我把它遮起来 我们就以往的逻辑来看 来 各位先不要看旁边 你就以往逻辑来看 这是波段的最高点 创高结果呢 留下一个 爆大量的十字线 技术面这一定是叫做 准备拉回了 甚至就是要做头 要爆跌了 但是你会发现到 它有没有爆跌 过两三天之后 马上上去又创高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一根 十字线下面的最大量 其中有68个percent 是来自于当冲 所以当天的量 你看起来很大 其实真正买进流仓的 只占了32% 中间可能还有一些是法人 一些是大户 所以它有没有变成套牢 没有 所以以前的技术分析的想法 是因为很怕这里会被套牢 然后以后就过不去 来到这边 然后就会有解套压力 但是现在技术分析 不能这样看了 那顺带一提 我们昨天是不是跟大家讲 要月已经先出清了 昨天节目也有讲 各位看一下 今天的要月 的确做拉回了 那我不会在这里去看坏它 但是操作上面要灵活 这是我一直给大家 现阶段高位阶股票的提醒 所以我们出清的考量 主要是这个样子 那我只留下的就是 那个40几块的破断基本摊 这个都在昨天节目里有讲 60几块这边我已经都先出清一趟 所以短线上面呢 它如果就算震荡 我也不一定会在节目里面再做追踪 这一点请 所有如果你是看电视做股票的投资朋友 你要特别留意 那运动产业下半年是传统的旺季 这边我们锁定了几两个股 分别来看一下 包含1515立山 那包含1736桥山 那其实这两档个股 说起来它的K线形态还满像的 大致上都是一个区间的形态之后 那么看起来都是准备要做突破了 像栗山刚好来到了区间的上缘 那最近其实法人主力都同步呢 是增加持股的 那栗山是国内最主要的 Pelton的供应商 那Pelton是一家在美国新创的公司 成立到现在约略8年的时间 那主要就是做运动器材的订阅制 你买了它的飞轮机 你买了它的跑步机 放在家里透过大荧幕直接联网 就能够随时上去点选 线上非常非常多种的课程 那月费其实走低价风 大概一个月39块美金 所以其实相当受到欢迎 那当然疫情爆发之后 更促进了很多人居家运动的想法 所以呢把这个飞轮机跑步机 买回家放在家里 因为像美国很多住那种house 房子都非常非常大 放一台跑步机 再放一台飞轮机 绝对不是问题 那栗珊其实接到Pelton 比较新一代新型的小型跑步机 那这个代表它可以打入到更多的家庭 即便你的住家的环境没有那么大 也都可能可以去买 这样子的一个器材放在家里面 那这个小型跑步机 其实对于栗珊来说毛利率更高 那应该在近期之内呢 就有机会来对外做一个公开发表 那1736乔3 其实第二季呢 持续的亏损 不过呢跟第一季相比 已经大幅度的缩减 那亏损的公司 你要注意的是 它没有因为这样的财报利空 而形成了技术面的反转 反而呢是利空彻底 利空出境之后开始往上走 那表示什么 上半年完全不赚钱 股价能够在七字头 这绝对表示后面的EPS不但要起来 而且可能是要起飞 这样才能够撑得住这个股价 所以必然呢 下半年的业绩动能会非常的好 那4912连德控股 它同时兼具了电子跟运动的题材 为什么呢 主要做金属的冲压键 那包含在电子的部分 是打入苹果的iPhone手机 那运动器材的部分呢 现在主要是提供里面的机构键 那未来还会进一步的 可能扩大到整机 那目前下半年的订单 正在追加当中 那股价呢 也维持强势的姿态 准备呢 来挑战之前的高点 那这几档个股 基本上呢 也都是我们看好下半年 有机会呢 发光发热的主轴 毕竟呢 现在的整个盘面 轮动很快 所以你要先从产业 再挑到对的个股 操作上面有任何的问题 欢迎跟上我们脚步 祝大家操作顺心 请人节快乐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请供参考 投资人以独立判断 先胜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中文字幕处理赢 蛋糕 产人以独立啊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谢谢大家